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貪婪韭菜,我是Norad 那現在時間是早上的9點31分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是要來講這個 上市指數還有上櫃指數 對,那我沒有準備太多 所以你看到畫面中上面是沒有 所以我就是一個一個點開來看 然後再去細看它的一個現在 此時此刻的線圖 對,那就還是要講 就是說這線圖並不代表所有的個股 只是在於說 如果你對於你現在應該要 首先要先操作什麼 比較擔心的話 可以盡量去挑一些較為強勢的 就是不要 自己在那邊挑一些更加弱勢的 然後去做 對,那我們 應該說我們就輕鬆一點看 就 因為本身沒有去 先畫 所以待會可能會花一些時間 然後再畫看到的線圖 因為在上禮拜呢 上禮拜四 3月16號大盤是破線的嘛 那之後又 這禮拜基本上全部都在上漲 所以說整個 結構肯定又 漲得不太一樣 那我有在 前幾天呢說 就是我看錯嘛 我說應該整個 市場應該是又再度再往上 主要是看 上市的電子 然後還有半導體的指數 好,我們這邊先來 樣 就來看一下 昨天晚上美股的收盤情況 其實 昨天美股收盤呢 就是收在一個 就還是一樣在一個區間震盤盤 那但是 壓力的部分還是依然是沒有過的 這個在前 蠻久之前就有先畫出來 所以說 就是 現在來驗證 就是基本上是在 數據公佈 應該是利率公佈 然後隔一天 然後再加昨天 基本上都還是沒有過 好,那再來看一下 這一個 禮拜五 應該是禮拜五早上 就是昨天早上的 這個新聞直播在吹捧 這個 費半 上漲了多少多少 那我在 禮拜五的 復盤 我就說 他就是收在有點 模擬兩可的位子嘛 我就說他這樣子到底算突破還是不突破 那最後 昨天晚上選擇的 就是他開盤 開盤就是 開高 走低 然後最後是有收一個向線 基本上呢 市場的認定是 他還沒有突破 所以說 有時候看一些 報導 看一些東西 那你不懂這個整個結構的話 你會很恐慌 你不知道說 自己到底 在做什麼 一下擔心 一下不擔心 一下漲 一下跌 所以 學會一些基本的技術分析 我相信還是 多少有用的 那 當然均線不是在我一個 非常 了解的一個領域 那支撐壓力的部分呢 多少還是可以 帶給你一些觀念 如果說 你有興趣的話 因為其實在 市場上 大家普遍還是比較看均線的東西 因為 就好像我昨天復盤也有去做說明 我說每個人投大盤 那他 獲得報酬 可能就是大盤的報酬 可能6% 7% 但是如果說你是真的萬中選一 然後 做這個波段 能夠賺錢 你有時候可能甚至 可以賺到20% 30% 那個就是你跟別人不一樣的點 那均線呢 每個人 都會做操作 那 當然還是有分 會操作跟不會操作的均線操作者 但是有時候呢 均線故意破線 那他破線可能破到了支撐 所以 可能兩個相互交易呢 可能是最好的一個 交易的一個分析的方法 也說不定 但我就是 目前還沒有策略到均線 那麼深的那一塊 基本上還是先看 就是 支撐和壓力 我就可以做操作 那我就覺得 就還蠻OK的就好 OK 我們就來看上市指數 那依然我們從這一個 上面這樣一路講下來 那可能時間上可能會有點久 不過 就 你自己有興趣的話 你就先看 這個從這個汽車到光電 你就照順序 你可以看你自己有興趣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汽車指數 那基本上 基本上 當時候我是花在這裡 但是 後來我自己個人覺得 不管這裡 這裡到底是不是一個 破底翻 反正 目前 我覺得調整到這裡 也是蠻合理的 大量的 低點 然後加上這個缺口 反正整個行情也已經轉強了 也已經轉強了 所以說 目前我們拉遠給大家看 我說 汽車呢 會不會在今年 真的來個 大突破 因為其實在 他是蠻少數 你看到在2022年 也沒有什麼跌的 2022年的線圖在這裡 這是天 2022年線圖在這裡 蠻巧的吧 就是沒什麼跌 就蠻厲害的 那 因為其實那時候 2022年的時候在網上噴的有什麼 梗鼎啊 然後 提維西啊 然後還有 後面年尾 才在網上噴的 浴龍 對 那其實 就是一些結構上都還算不錯 除了什麼 核大同志那些是 往下跌 之外 但 就是 他在這邊橫盤 不曉得今年會不會 真的是把這個 往上去走 但是 我們 在還沒突破之前呢 我們還是要小心 小心什麼 小心 萬年船嘛 我們還是要小心 這個壓力會不會是不過的 這個壓力會不會是不過的 對 那 大部分的個股如果說到達這個位置的時候你就要小心 看他會不會過 還是不過 那目前看起來可以關注的應該是 因為昨天 在直播 直播的時候 稍微看一下浴龍 他是 那波下跌 可能不會再跌到 我畫的那個 69塊的支撐 對有可能就是因為被季線所撐著 那他必須呢 就要選擇出一個方向 要嘛 跌破季線開始來一個 搞不好一年的橫盤 你這樣講其實蠻合理的 如果他跌破的話 來個一年長時間的橫盤 一年半年的橫盤 這指數也可能在這邊動 有可能 這是一個點 那如果他選擇往上突破的話 有可能 就讓我們的指數 正在往上走 但是 原來預期是 是有機會在前幾個月的時候講 然後後來就覺得說 現在感覺最火紅 然後也是在 我大概一兩個月 因為待會會錄一部 我還沒整理 就是整理那個 會員個國 之前在會員個國的時候一直講 電腦機周邊 設備這個族群 其實在之前講指數的時候也有講 就講微創 廣達 鴻基 人寶 那些的 我都有操作過 對 那時候也是 就是說 算是大牛股 然後又是所謂的 就是 接近這個 大家最喜歡講的 電子五哥 那一類 很牛啦 不太動 但是其實在 今年呢 應該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明確的方向 在未來也是 就是在 現在此時時刻還在吵的話題 就是 AI 然後之前有吵過 不過一下都雲落下來了 那 AI這次算是吵得蠻久 於是在 2021年的11月到12月 基本上吵一個月 就沒了 大家去看鴻達電 就很明顯 就一個月 然後之後就 下跌 做一個非常高的 一座山 所以說 那時候覺得說 這個 電 就是這個 電動車啦 可能是一個 潛在的機會 當然電動車還是趨勢 電動車 AI這些一定還是趨勢 所以說 可能有機會 那但是今年嗎 不確定 所以 我們目前講那麼多 我們還是把它 先稍微做一些調整 這條黃色的線 我不是那麼確定 這條黃色的線 基本上 我會比較想像的是 在下周呢 可能 回來到某個位置 這邊那個位置 我不確定 到底是在哪裡 我真的不太確定 對 那 可能呢 比較明確的是底 跟 這個位置 看下周的表現吧 所以 他目前 處在一個 五日均線的一個多頭啦 我只是五日均線還要跟著他這樣走 那看有沒有機會這一波呢 能夠上到這個白色的線 那 你的個股可能就要 稍微小心 那我們這邊也是 我們把之前的這個東西都散掉 我們來重新的 那汽車我把它改在 這一個 我想像應該把它放在那邊去 我們直接稱為 多頭嗎 區間好了 區間強勢啦 好不好 目前是在一個區間橫排 我認定為他只能是一個區間 但是 比較強勢的 那待會看到什麼 再說吧 我們來看看食品 食品那時候我認為是破底翻 結果勒 他是有跌下來 然後確實他是在 這個底部呢 找到了一個 這個應該就是 我現在畫線看起來好像是正確的 但是 當下看會覺得說是 跌破的 因為 當下如果說是這樣看的話 當下如果這樣看 一看到一根這樣殺下來 有下影線啦 所以說 隔一根在觀察嘛 下影線沒有跌破 那可能就有機會在往上 所以他也確實順利的在往上走 那目前也算是一個 區間的多頭吧 就是有機會在往上走 往上走 那基本上把他當作是多頭 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他上漲到下一個壓力 還有一些位置 但 會不會 下禮拜呢 突然往下跌一兩天 感覺上也是有機會啦 然後我們要水泥 水泥之前我們把他當作是撐在支撐嘛 不過 他確實沒有 重度砸盤到這個底 這邊就有人把他接走 這個應該是在 這個 在什麼時候 在上禮拜 上禮拜一啊 上禮拜一嗎 13號是在 對啊 上禮拜一啊 上禮拜 上禮拜一 或是上禮拜四 這兩天呢 跌出去的這個低點呢 若守住 我們再加一個 這個是你觀察你的個股 就是上禮拜 一 跟 四 這是你拿來看你自己個股 跌 出 跌 跌出的 低點 若守住 那 可能 應該說個股 較有 上漲 機會 這兩天 單獨是這兩天 如果說 低點是在上禮拜一 或上禮拜四的話 那他跌出去的低點沒有在 這禮拜 跌破 沒有在 比如說上禮拜五 就是上禮拜五到這禮拜五 都沒有跌 跌破的話 跌得更低的話 那個股是比較有上漲的機會 因為這兩天 禮拜四啊 就是一個大盤 破底 我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些觀念的東西 就是 交給大家 就是 在 禮拜四的時候 大盤破底 其實那時候也很多人就把自己手上的股票給出掉 然後再隔一根呢 大漲 直接破底犯的時候 有一些人呢 把他昨天砍出去 又接回來 所以說 我昨天在直播的時候有講 我說如果說 你看到這樣兩根的結構 兩根K棒 一根跌破 一根拉尾 那 這個就是代表著 很強勢 這代表著 真的是很強勢 就是有點類似像 故意把人家洗出去的一種概念 對啊 那我們再回來看吧 所以基本上 這個水泥是沒有跌破的 沒有跌破 慢慢的往上去走 所以 你說他多頭嗎 也 不算 就算一個 盤整吧 目前應該還是算一個盤整 區間強勢 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 盤整 就會比較溫吞一點 那 會把食品當作強勢的原因就是這個 比較明顯就是 他是 這樣走 只是假設我們把線呢 當作是一個支撐的話 走上去再走上去這樣子 所以說他是強勢的 他是強勢的 他沒有跌破 一些關鍵的 那目前沒有 碰到最高壓力然後回壓 如果碰到最高壓力回壓 我就把他丟到 盤整這邊 我們再看看金融 那金融呢 如果說你有看我 負盤 然後去抄底的話 那你確實能夠抄到底 然後再 你看 這個下上去是線 我不確定到底有沒有作用 不過 在禮拜四跟禮拜五 確實就是 價格就不太動了 就是不太動 就有可能打到 這邊下上去是線的壓力 這樣子 不過 就再觀察看看吧 反正我們已經低階這麼多了 如果說你有在這邊去做 一些金融股的佈局的話 那肯定是有一些不錯的報酬 那我自己個人是有 那就不方便講 買些什麼 反正就是超多都可以低階 那最後都往上去走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一個 比較偏 盤整吧 沒有什麼力道 沒有什麼力道 可能 還是有機會下跌下來 所以 你沒有去買到的人 就不要瘋了 昨天呢 我們的這個直播內容 是不要瘋了 然後 剛好有一個 觀眾他就說 他問我某一檔個股 然後 那檔個股呢 是開高走低 然後直接 開高到低點可能跌了七八趴吧 對他說他買在 他買在平盤的位置 對啊所以 只能說如果說你 沒有很認真學習波段 不想認真學習波段 只想要賺快錢 那我個人覺得都不要進股市 那如果說你可以慢慢去 慢慢的去 溫吞的去投資的話 那是丟大盤 不然的話其實錢 講真的喔 錢都落入我的口袋 大戶的口袋 或者是 我們會員的口袋 之類的 反正就是 沒有認真學的話就確實有機會 把你的錢 轉移到別人的口袋裡面去了 好我們加速講吧 我們看一下橡膠 橡膠這一根就是被這個 振興 振興輪胎給帶上去 然後 之前就一直看 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把這地方當作是一個 假獨破 然後有點形成M頭 所以那時候是有機會往下跌 然後他在翻回的第一根 蠻妙的喔 破底翻的第一根呢 就直接又再往上衝 所以基本上 這個指數完完全全就代表著 振興 振興輪胎 所以 感覺沒有太大必要去做一個分析 反正就是呈現一個 多頭啦 多頭這樣子 然後看一下這是這個 其他指數 其他指數 之前線呢 我覺得可以把它刪一刪 看看留下寫什麼 OK 那目前個人看起來是 這點呢 就形成了一個 破底翻 然後之前呢 這個位置 是形成了一個 假突破 所以說他在上來的這一層 這裡的地方就會有壓力 我這地方會有壓力 然後 再下來這個位置 就依然是支撐 這也不應該這樣畫 再下來這個位置 就依然是支撐 所以他回歸到他重要的支撐線之上 那我把它歸類在這一個 算是能夠去做單的啦 算是能夠去做單的 我覺得是 趨勢裡面的強勢 當然他跌破這個 因為我把 這個白色線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支撐壓力線 所以他 不能夠再次跌破 我們看一下塑膠 那塑膠其實 我個人覺得就是一個 非常無聊的一個 跟盤 就不斷不斷的 橫橫橫橫 那裡面其中還是有一些 個股 比較小的個股 自己的表態 就像之前講那個 台劇 不給大家看啦 我們這邊講指數就好 不然花一大堆時間 好我們來看他畫功 上市的畫功 這邊還是貼上去好 上市這個 這樣就好 OK我們看一下畫功 那畫功的部分呢 就開始 我看一下應該怎麼講 就是 之前呢 我就把它畫成一個 這個是 上些形態 然後下跌 那他主要 他主要應該是跟著材料KY在走 他主要是跟著這個材料KY在走 所以說 整個格局 我看一下 他感覺上有對到這個地方 這裡 如果說他是手 這裡的話 如果他是手這個位置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是還有機會再慢慢的下跌到這裡 因為這裡其實如果說你去 細看一點可以發現說這個位置有可能是 主力認為的一個WD 那我把這間線呢切短一點 把這間線切短一點的意思是說 有可能主力後面就不太看這條線 也說不定 也說不定 所以目前就先貼到這裡來 那 個人的感受是 他屬於比較弱勢一點的 比較弱勢一點的指數 上市指數裡面說 來說比較弱勢一點的 那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 現在應該算是盤整吧 只要他 再次能夠去守住這一塊的話 就把它當作盤整吧 盤整 OK我們看這個反織纖維吧 那反織纖維那時候就有提早說是破線嘛 對所以這個不用講 然後在禮拜五呢 反抽到這個壓力位 反抽到壓力位 這如果是個股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 可能可以去做空的一個空標啦 那指數部分應該就不用了 不用說了應該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量 所以他應該算是 還是在弱勢 弱勢反彈 在弱勢裡面的 好我們看他觀光 好觀光那時候有講 我說他有可能是在這個地方去做一個 就下跌嘛 然後後面呈現一個破底翻 對那這單子不經啊 我要先承認說 我這個位置 我自己在想我到底畫的是 正確呢還是不正確 之前這個線是從左側對過來的 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撐壓互換 壓力 這裡有一個小穿線 看一下 130到132 目前 不是很確定說 支撐到底在哪裡 因為主要 這個位置沒有給一個很明顯的表態 就是說他沒有打到某位置 稍微下壓之後再突破 他直接這樣上 所以 如果說 因為我這樣只能參考前面的 那前面的畫過來 確實是在這個附近 所以我也很納悶說 到底是在哪個區塊 然後加上這個位置 就跟我們剛剛前面看的一樣 我們剛剛看的一樣 就一根跌破 一根拉回 這個位置 低點不能夠把它當作是一個 支撐了 所以有可能是在這個區塊 那現在看起來 就比較像是 這樣子 這樣子吧 就看一個區間很棒吧 我們看一下化學升級一點 那這也是之前 在這個地方下跌 我就說我破線 然後後來這個位置 他其實在 這個是上禮拜四 所以我還說上禮拜一 跟上禮拜四 都有可能是低一點 那他們的低點如果說沒有再繼續下坡 因為 指數方面可能會比較明確一點 就比較不會啦 那個股可能 搞不好會持續下坡 持續下坡真的要小心 當然 講停損 講停損 大家不一定會停損 但是如果不停損的話 有可能呢 你接下來 下去 停在這一個支撐線上面 位置的這個 籌碼 搞不好就是 被這個看 被我們這種看支撐的人 把他給買走 非常有可能 對啊 所以說他目前應該會回歸到一個 正常值 那 目前也沒有辦法去畫出說 他有沒有形成一個 就是 一個 算是上飄期 這樣看感覺也 不太 不太 客觀啦 所以 個人是這邊的部分 就把它當作是 這裡還是有一個支撐 那這裡可能是還是區間 但是 整體呢反彈不會到那麼強勁 不會到那麼強勁 所以他應該算是一個盤整盤 因為他前面上面已經先下破了 那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生機力量其實都是處在一個弱勢 但是還是有人 稍微強勢 就是像寶瑞 對 那有一些就蠻弱勢的 我們看他這是 鋼鐵 那鋼鐵呢 這個位置可能目前會受到一些 下壓的一個力道 那如果說能夠維持在這個多頭格局 對然後下壓的力道在這邊 盤整盤整收斂之後突破的話 那可能才有戲啦 可能才有戲啦 對所以目前應該算是一個 還是算強勢股吧 然後 一個比較偏區間的一個強勢 就是 可能拉一拉拉一拉 有可能有下有上 有下有上 那可能就直接拉出去 我們要造紙 OK 然後看一下造紙的部分 那造紙的部分在那時候呢 就是說他 這邊開始疊下來 然後這邊破線 破線掉下來到 這個平均線的位置 加上上升曲線的位置 目前看起來呢 有一些些反彈的契機 所以 他應該算是 一個 預反彈了 因為這個是我在 之前自己畫的 所以他應該算是在一個 區間 算盤整好了 算盤整 可能有些盤整 向上吧 目前的看法 我們看他電子 OK 那電子是非常強勢的 這沒有話說 那時候說 白色線這個位置呢 跟著 台積電 台積電呢 可能到這個位置 那 可能電子會到這個位置 所以說 這個 電子是直接歸在這個 最強勢這邊 沒有什麼話 沒有什麼問題 非常非常 然後半導體也是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 基本上你在這一周 做這兩 兩種 是非常好的 那你這一周呢 被整個行情救回來 就是 像汽車 食品 其他 觀光 都是被大盤給救回來 都是被大哥 電子和半導體 給救回來 因為 這個原本 這個汽車破線嘛 這個其他 跟觀光 在上一次也是破線 對 所以說 基本上就是被 這一個 大盤給救回來 不然的話 可能就直接下去了 這是直接下去的 那 紡織纖維也算是 大家看看 大家看到他的線圖嗎 他是連長五根 都是小小在長 慢慢長 長到 壓力位就不太長 但是沒有什麼話說 就是真的是強勢 電子真的是強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然後這個 劍材營造 在那一天破線的時候 我有講 就是上禮拜四 我發現破線的時候 馬上跟 馬上錄影片跟大家講 然後一根又回來了 一根又回來了 所以說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 就很像你有時候 在看均線的時候 一根跌破 你被洗出去了 你出場了 隔一天又上去 我這個比較 這一根呢 就有一點 洗盤的 一種感覺 它確實也是 打到洗盤的作用 因為 蠻多個股 真的在上禮拜四 都是低一點 就是真的是被大盤 給 嚇走 所以 目前的劍材營造 就是在強勢 因為它 前面這裡沒有 沒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壓力 所以我把它歸類在 這個強勢 然後技術線型是剛突破 主要是剛突破 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半導體 半導體就是剛剛講 就是 維持在 不斷的上去 那它這一波 我認為可能會 到達這個位置 就是 以看這個壓力線的部分 可能到達這個 這一個位置 那到達這個位置的時候 可能 大盤是到 可能 1萬6千 4還 1萬6千5吧 所以這個位置有可能就會 開始 擊掌之後 開始就會 震盪 就像 這一段 擊掌 到它 到了壓力位呢 開始震盪 然後這邊擊掌 這邊擊掌 到這邊 震盪 那這邊可以擊掌 到這邊 開始震盪 對 所以說 如果說電子半導體 拉到這個位置的話 我認為 是閉著 閉著眼睛 去 小空一點 稍微 可以做空一點 或許 能夠讓你的多單 收到一些保護的作用 所以 它是維持在一個很強勢 而且是 真的是這一波上來的一個 大哥 真的是大哥 好看一下 這個是 升級藥 那之前是說 這個地方破線 也是一樣 在上禮拜四 那它比較溫吞一點 它沒有馬上回來 它是在 3月21號 這禮拜 2 等待整個行情 比較穩定的時候 它才回來 所以 之後 它應該就是在一個 盤整 這是在一個盤整 那 個人看起來 它的線圖裡面 算是蠻乾淨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 應該算是 可以歸類在 區間強勢 或是盤整 我覺得都可以啦 反正 其實這兩個意思 其實有點 差不多 其實有點差不多 只是說 都還是有壓力 所以 我想 這一個 想是 我覺得可能它歸類在盤整 這個沒有到非常強勢 那我覺得這個升級力量算是強勢 只是比較單純一點 我自己個人覺得 比較單純一點 我們要玻璃陶瓷 玻璃陶瓷 我覺得在禮拜五的時候 這個台幅好像也有漲 小漲 這是我們講 就是說 如果說你在線圖裡面看到這個 這是熊棋 熊棋 就是說上飄棋 這代表說它可能 後續會往下點 確實也是這樣子 那之前其實是有 稍微做一下判斷 那那時候是說這個位置 達到一個雙重支撐 剛好遇到大盤不好 就開始往下走 不過其實這個基本上 這個熊棋 就真的是 也顯而易見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目前就是一個 弱勢 弱勢 OK我們看到貿易百貨 那貿易百貨的部分呢 可能最主要我們要看一下 是 這個我其實蠻有興趣的 我們來看一下 富邦美 富邦美突破了 突破了壓力了 所以這個應該是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就會 往上走的概率是大的 往上走的概率應該是大的 那目前就先看這裡 這樣子 當然看起來還是沒突破啦 不過感覺上次有機會突破 這樣子 這個位置 所以它應該算是 突破的話 就真的是強制 貿易百貨 突破的話 那沒突破 當然又被壓下去 不過我們看富邦美它是 一個大底 突破了 所以 目前看起來是蠻有機會往上走 我們看一下其他墊子 其他墊子就是像之前講的 有支撐嘛 你看 撐得很漂亮 支撐什麼時候 上禮拜死 漂亮吧 結果那時候我再把它打在說 它是支撐 那支撐住 就往上 走一個非常強勢的一波 所以說 如果你挑對個股 在挑對這個指數的話 或許 比較容易上漲 就比較容易上漲 所以它應該算是強勢吧 我覺得它算強勢 我們還是抓一下壓力好了 我覺得應該算強勢 這個地方 彎下來 我覺得壓力應該是在這一塊 然後這個位置應該算是一個 假突破 這些概念 然後它壓力 壓力轉之聲應該大概在100點這個位置 所以它是在這一個強勢裡面 OK我們看一下電腦底座面設備 我發現它好像也是往上衝 那時候是被壓在那個底下 然後往上衝 因為 這禮拜的那個 尾創真的是 很鬼啦 跟鬼一樣一直往上走 所以真的很鬼 所以 這個 無庸置疑 強勢 這個我在之前就 都有做過 因為都有丟進去 會員個鬼 幾周邊設備 那目前這個東西就是 你要做蛋的話你只能等它回調 到白色線 還很遠 超級遠 那不然就是說 就是順勢而為 只能是去做一個非常短線的 五隻軍銜這樣去做 不然的話 真的很難 你也沒有吃沒有地方可以做進場 然後看一下航運 航運是被壓下來 那目前應該就是一個 盤整盤 就是之前 這個地方沒有突破上去 我把我往上拉 這邊有兩條線 反正沒有突破上去 那目前的這個 陽明 然後跟 長龍呢 都在這個位置 死守著 真的是死守 我真的講死守 不為過 死守著在 3月16號這邊死守著 一旦跌破的話 一旦跌破的話 那 各人覺得 搞不好這個白色線 也不會守 當然還是要看 各股的價格啦 所以說 白色線目前放低一點 有可能不守 講真的有可能不守 那別人就掉下來這個地方 所以它算是一個盤整盤 而且是一個弱勢的 弱勢盤整 大家懂就好 大家懂一次就好 就蠻弱勢的啦 那各股部分呢 就真的那兩檔還撐著 還撐著 我們要光電 光電也是 強勢族群的 這個區塊 所以說 它算 在我心裡 它算是強勢 因為它 剛突破一個比較關鍵 也沒有長很多 所以 我把它丟在這個強勢這邊 光電族群都還是潛在的機會 那像是 禮拜 禮拜五的那個副彩 也是在 LED算是光電嗎 算了 我也不太知道 反正就是 這禮拜長得比較兇的 太陽能 總是光電了吧 只是直接連長五天嘛 帽底呢 從我劃進去 那位置漲了二十幾趴 待會應該會把它丟到 那個影片裡面跟大家做說明 我們講36分鐘 還OK 我們就順勢講下去吧 因為 貴買其實基本上不太需要看 反正就是 半導體強勢 給個認證 讓我們稍微看看壓力 之前都沒有看壓力 貴買這邊真的是比較強勢 但是 講真的喔 個股的部分 就是成交量 大部分都蠻少的 對啊 這是唯一的不好的點 好看一下吧 那它之前這個位置 它一個大的 大的壓力應該是落在121 這邊應該很明顯 因為這邊有一根兩根三根 三個地方都是打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位置比較難去做說明 因為這裡感覺上是一個雄旗 是一個上標旗 那這個上標旗 基本上比較難 應該說我也沒有學說 他到底怎麼去看他的一個 支撐壓力到底落到哪裡 所以我這邊比較難去做 說明 我不太知道在哪裡 對 頂多只能隨便亂話 但感覺亂話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所以說 這一波的最大壓力 就在這裡 然後剛好也是 這個頭肩底 頭肩底的什麼 第一波 長不滿足 我剛好 發現了 我剛貼過去剛好發現 我真的沒有這個 在突然那邊亂講 所以這一波會不會真的 調整到這裡 再往下點 當然它不可能 一路這麼快 它可能會上去 就下來 上去 下來 上去 或說上去 下來就上去 看 主力想要怎麼去走 所以搞不好真的有機會 做這個頭肩底的一波 長不滿足 那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現在 行情還是存在的 我認為還是存在 大家看一下這個 其他電子的部分 那其他電子的部分 相區先這樣一畫 一目了然 在這個 這禮拜 好像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突破 對那 這相區先問你什麼時候畫的 不過在那個 3月9號是遇到 明顯的壓力 那時候我說 它可能有機會 是會來一個 重度回調 回測這樣子 我這邊 還是做一下紀錄 因為 有時候講講自己會忘記 半導體 那現在看到一個 是 這個是 其他電子 它剛過 它的 重要的下降取時線 所以它一定是強勢的 肯定100%是強勢的 然後我們這邊來 稍微看一下它這邊的結構 這裡 這裡看起來有兩個頂 兩個頂 雙重頂 然後拉過來蠻合理 但 如果說 我們要抓一個 這裡好像也OK 這裡也OK 先抓這兩條線 看看 這裡就沒有 完全看不出來 那就抓這個結構吧 就這裡一個小盤枕 掉下來之後打到下來 目前抓到大概158左右 可能是它 未來頂到的壓力 不過就 先觀察吧 那我們看到這個光電的部分 就是跟著我們元太走的 所以說 我們元太呢 表現有沒有好 這個在我們節目裡面已經提出了 大概 一個月有了吧 元太表現有沒有好 有吧 如果說 你有認真去看影片的話 你就能賺到 7%的元太 感覺不多啦 不過 就說守住有機會 有機會 所以就拉上去 那就這樣 那目前它看起來是一個 有反彈 但 還是有 遇到壓力的一個 對 壓力的一個機會 主要 相區線如果不看的話 就看平行線 所以呢 元太這一波可能 長到白色線 又要回來了 又要回來了 或是說正在突破上去 看他怎麼去走 所以是這個地方 應該算是一個 盤整吧 所以算盤整 因為長上去嘛 你不能再追啦 你絕對不是現在去追元太 你絕對是在他 突破白色線 或者是他 突破白色線 你再去做考慮 不然的話完全 不要去做考慮 這個在之前看過 上次 這個影片的時候 應該就有講解過 生機一條指數 他在這個地方破線 然後在禮拜五就強漲 那這一根我不確定是不是 寶瑞啦 還是說是其他的 那 因為我不知道寶瑞是 歸類在 歸類在哪一個區塊 不過目前看起來應該確實是 有呈現一個 破底方的一個結構 對我這邊線呢 畫直一點 對準一點 大概上次 呈現一個破底方的一個結構 所以是這裡呢 有一個 V轉的感覺 不是說原無敵 都OK 反正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目前有可能再度來挑戰這裡 所以他應該算是一個 目前來看算是 我覺得應該還是丟盤子吧 我覺得丟盤子就好 就不是說突破上面這一層 如果說他的結構是突破上面這一層 我就把他丟強勢 我覺得比較合理一點 我們看一下鋼鐵 鋼鐵族群就是還是依然的強勢 然後在這一根 往下殺 然後又往上回來 位置 在這裡 所以說 這一根 我們看喔 我用一個 我們只要了解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說 這一天下跌 隔一天強漲回來 那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洗盤 這兩根 組合在一起就是洗盤 那你要先抓出他的一個支撐壓力啦 像我們就抓到這個點嘛 所以他目前向下來做這邊的設施 可能機會就往上 所以說這個地方呢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貼一個標籤 或是甚至呢 眼睛蒙著就不要去看 這地方就不是一個 你可以做任何參考的一個低點 中間點完全不做參考 因為阻力也不看 所以說目前的看法應該是還是持續在 維持在一個強勢 但他裡面的成分股也是超級少 成交的 成交章數那些也都蠻少 所以有時候講說 這地方是強勢 但是其實 沒有幾檔可以去做 那 這一個 通信 那時候記者好像是在 你看16號的位置應該是有講 是直層守住 然後守住的 強掌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就是一個強勢 在上禮拜應該也是這樣講 所以 通信 如果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上禮拜的影片 那航運好像不太需要講 因為裡面好像是台華投控吧 我覺得不太需要講 我們看一下上櫃的化工 那上櫃化工原來今天感覺上是要突破 應該說禮拜五 但最後又有點收這個不好的線 所以 他這幾根啊 就蠻討厭的 因為有時候指數確實 不會到非常的精準 你看這個地方就是呈現一個假突破嘛 然後往下點 比到直層再反彈 然後到達禮拜五這個位置的時候又被往下壓 那不能這樣花 就被往下壓 所以他 又是一個 盤整吧 我回到一個盤整 突破 突破的話要小心相趨勢線 也不到強勢 除非說突破相趨勢線 我才說他是強勢 對我自己個人的觀念 我們要觀光指數 觀光指數的部分呢 那時候就覺得他蠻弱勢 然後 我好像沒有向前面去抓他的 撐壓 我們先來抓一下好了 對我那時候沒有往前去抓 這點看起來蠻死的 我把他有可能的點都黏一黏貼貼 切成周線來看好了 這邊是一個震盪區間嘛 拉過來這裡 這裡好像不要合適一個 這裡 88.5到98.5 這樣應該夠了 夠了 要看一下吧 98.5 你看喔 是不是 一貼 就中 對不對 一貼就中 然後這裡 上來 不貼還不知道 貼了才看清楚 88.5 88.5跟 98.5 那目前98.5有經過一些測試 所以 目前這個地方如果說能夠向上去走 突破的話 就是強勢 沒辦法的話 那就不是 那就是又回到了一個盤整盤 所以 這個 目前算盤整 如果說他能夠突破的話 你再找到一些 相對應不錯的話 這個位置 底部這個位置 就呈現一個 V轉的 V轉的 破底翻 V轉的破底翻 我們來看電子 以及電子零組件 我發現這邊的上次 這邊好像沒有講電子零組件 每次都沒有講 那我發現去找的時候 好像又找不太到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目前情報 然後他是回撤 然後3月16號回撤了嘛 3月16號回撤了 支撐 所以那時候呢 應該是有講啦 我永遠忘記了 強勢 所以如果說你在3月16號勇敢去做電場 結果就是得到一個還不錯的報酬 因為連掌 連掌6天 OK我們從這個其他開始看 這個那時候好像是講說他有可能來個 可能有機會再往下跌啦 那時候好像是這樣講 所以 我從前面抓一下他的一些撐壓 因為有時候不抓比較難懂 這個位置拉上來的話感覺上是一個 就比較難懂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稍微貼過去吧 大致上應該滿合理 128.24 看一下走不準 有有有有有 你看喔 這個是沒有說好的啦 真的是去看圖的 那目前可能會 這樣都有可能啦 再往下跌到這個地方都有可能 那跌到這邊可能是一個完美的入場點 對 所以他算是一個 盤整 再上去的話就跟 跟剛剛那個觀光指數一樣 就是一個變一個強勢 這邊也呈現一個破 假突破的一個概念 好我們看一下電子通路 電子通路好像也沒有什麼東西 對 那這個看看就好 因為這個裡面的成分果好像也滿少的 好我們看到這個電機機械 電機機械呢 維持在 強勢 那看一下禮拜五稍微有一點被小儲過啦 不過你看 上禮拜 上禮拜四 我應該是講說他是維持在強勢的 其實我不太記得有時候自己講過什麼 目前來看也是在強勢 電腦 OK我們看一下 電腦那時候在這個地方 成劍甲突破後面往上拉 然後 3月16號在這裡 那我說他可能會 呃 這地方不能跌破 然後如果說破敵方的話更好 那你看這一周啦 算是被 上市指數那邊給救了 我直接又來個大突破這樣子 那也有可能 我看一下喔 這裡嗎 嗯 這條線沒有到很確定 這裡看起來滿合理的 怎麼辦 貼這裡好了 我覺得這看起來比較合理 所以這邊沒有形成一個 不對啊 他後續確實有打到嗎 我看一下 然後他後續確實 這幾根確實有打到這裡往下走 打到這裡往下走 這個不確定 所以我先貼兩條線 觀察看看 但目前就是還是 強勢啦 目前還是維持在強勢 就是電腦 OK那我們今天就都 完美的 你要 稍微截圖 看看也OK 反正呢 現在比較強勢的是 這些其實都蠻強勢的 所以 都是 還是有 蠻多機會 到 4月吧 還是到5月 我覺得目前就 都是呈現維持這個 蠻強勢的格局 就是 就連你去 你其實做多啦 這才是 做出還是順勢嘛 你指數去做多 你的 期貨去做多 你的個股去做多 那是比較 能夠得到一些 相對比較好的報酬 那上市這邊呢 就持續 關注 電腦 電子 半導體 會不會到達上面那一層 也是差不多 忘記那時候花多少 我們再看一下 到 16700點 這個位置 會是大盤的一個 下一層的壓力 當然他會不會說 是這個缺口 我就會往下壓 16400點 也有可能 但 全部的東西包在一起看 然後再來分析大盤 我覺得應該 能發現一些 蹊蹺吧 我不曉得 會不會 那 如果說 我之前畫這個 圓弧底 一層 兩層 剛好上來是 16400點 那 當然這個位置 又有人看成是一個 算是頭肩底 如果看成頭肩底的話 就是 這兩根要結合在一起 這兩根要結合在一起 那差不多的位置 可能還會再拉出去一根 再拉出去一根的話 是17600點 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剛好也有在這裡 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地方也算是一個 一個結構 壓力的結構 拉過來 附近 人都附近 所以 感覺上好像都是能找到一些 如極的一些 存在 那就是看主力 怎麼去拉 看 主力的筒碼做多來做空 那我們就期望這個散戶能 多做空一點 那可能 我們這些做多的人 就有辦法這樣往上去 賺取一個 不錯的一個 報酬 對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裡 那待會我就是 要花一些時間來整理 我們的 還不確定會怎麼說 不過一定會 講 停損的部分 因為停損真的很重要 不會就腐爛說 這是賺多少賺多少 我們 我們之間 互相就是信任 所以說 失敗的地方 錯誤的地方 我錯的 我會講 還是說是主力的錯 他故意那邊弄假疊破 假突破 是他的錯還是我的錯 還是要都要講 有時候劃先會劃錯 當然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那我們這部影片到這邊 那就 下部影片見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 的影片 感谢观看